过去两年多被扣留在加拿大的孟晚舟 每次出庭之前都会经过这条由屋企大门去到马路的车道 高调地坐上停泊在路边等他的车 虽然他需要24小时带上电子脚尿 但作为一位被软禁的疑犯 他所享有的自由度可以算是非常高 相比起被中国囚禁的两名加拿大人 康明海和施帕佛 至少孟晚舟的家人、记者甚至公众 都可以趁眼目睹孟晚舟的笑容 过去这段时间 孟晚舟的生活到底过得怎样呢? 孟晚舟事件在加拿大引起了些什么讨论呢? 我是BBC中文的雷展晴 今集节目会和大家回顾一下 孟晚舟过去两年多 在加拿大被拘禁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2018年12月 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被捕 他获准以1000万加元的保证金保释 保释条件包括需要配戴GPS电子脚尿 晚上11点到第二天的早上6点要留在家 以及自费聘请一组保安人员24小时监视自己 当地媒体引述一名曾任职保释人士监察人员的前警长 孟晚舟聘用保安公司的费用 包括两名保安人员、一名司机和保安公司的汽车 估计费用每年高达250万美元 他在这段时间的生活比起很多保释人士更多姿多彩 他试过包装在店铺里面大肆购物 试过出席一位中国歌手在温哥华举行的演唱会 也试过包起整间餐厅 和老公两个儿子以及几个朋友 一起庆祝圣诞节 更加试过搬屋 这间七岁房 八个厕所 室内面积8170尺的独立屋 坐落在温哥华高级住宅区 2019年5月 孟晚舟被获准由她价值600万家元的旧居 搬到来这间价值大约1900万家元的豪宅 孟晚舟的律师说 新住宅的保安条件更加好 可以让保安在场地中更加自愈地行动 也可以减轻对邻居的滋扰 过去这两年多 大部分时间孟晚舟都住在这里 据报她在家还有定期接受私人绘画课程和按摩服务 以上这一切都是被中国关押在区留中心的两名加拿大人 康明海和斯帕佛没办法可以想象到 他们至今仍然未获准和家人见面 不可以聘请律师 也当然未有在公众地方露面 相比之下同样是被第二个国家扣留 但待遇就差天共地 2019年4月 有报导指 他们两个每天都要接受6至8个小时的审讯 有时还要接受全日强光照射 据报导 2019年7月 中国肉颈更加没收了康明海的老花眼镜 中国当局也只是允许加拿大的外交人员偶尔探望 虽然孟晚舟的待遇 比起两名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好得多 但身处民主国家的她 并没有放慢追求自由的步伐 2021年1月 孟晚舟的律师团队 以她的保安人员引起媒体过多的关注 影响她带小朋友外出围由 向法庭申请 允许她在没有保安人员的情况下自由行动 孟晚舟的老公刘晓忠更出庭作证说 孟晚舟几年前做了甲状腺癌手术 并且患有高血压 这样对孟晚舟的健康造成潜在的危险 不过 加拿大司法部的检察官就认为 这样的风险实在太大 因为孟晚舟的电子脚尿 已经坏了很多次 而且负责监视她的安全公司 斯门风险管理集团总裁梅纳德 告诉法院 2020年夏天 孟晚舟曾收到5-6封的恐吓信 当中有部分更加有子弹 梅纳德说 孟晚舟收到恐吓信后 中国领事馆就立刻要求加拿大政府 将孟晚舟送回中国 以确保她的安全 孟晚舟事件除了令中加关系 跌落前所未有的低谷之外 也影响了加拿大人对中国的看法 美国无党派致富皮邮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2019年前 45%受访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持有负面的看法 但是在孟晚舟被捕 康明海和斯帕弗被拘留之后 对中国有负面看法的受访者就上升了22% 去到67% 这样 在加拿大有没有人是支持孟晚舟的呢? 2020年1月 孟晚舟出席引渡听证聆讯的时候 温哥华的卑斯最高法院门外出现了一批支持释放孟晚舟的示威者 当中什么种族都有 他们高举写有对等公义 特朗普停止霸凌的纸牌 不过 加拿大媒体CBC爆出 其中两人表示有人给钱请他们来支持释放孟晚舟 其中一位是一名演员Julia 他向CBC披露 有人透过社交媒体的演员群 向他提供一个两个钟头的演出机会 事成之后他会获得100元的加币报酬 他去到现场 有不同的媒体接二连三追访他之后 他才发觉事件不尋常 最终也没有拿到报酬 就离开了现场 他觉得他的专业和对演艺的热情 被人利用了去参加一个虚假的示威 因为他当时是真诚地参与一个好的演出机会 事件令他感到十分可怕 而另一名示威者就是朋友招募而来 朋友就向他表示 他只需要在法院门外并且手持一块标语 示威完结之后 他就可以获得150元加元的酬金 标语上面写着Free Miss Man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也不知道什么是华为 甚至连华为在一间公司他都不知道 这两名示威者都表示 不清楚背后付钱的人是哪一个 这些情况对部分听众来说可能很熟悉 但是在加拿大是极为罕见的 无疑 盲晚舟事件令到家中关系插水 直到2021年 对中国持有正面看法的加拿大人已经跌至14% 值得一提的是15年前对中国持有正面看法的加拿大人曾经高达约6成 如今加拿大人关心的家中议题包括中国的人权状况、法治、两地的关税 以及中国在加拿大投资的敏感项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还有没有其他关心的家中议题希望我们探讨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